各位,這次不好了啦 你看 我為什麼會說車好的 是因為一發動我就來看排氣管 它有冒水蒸氣 我的車之前就是腳一發動 不管天氣熱或天氣涼 當然天氣冷的時候很明顯 非常明顯 但是我天氣熱的時候我也稍微會冒水蒸氣 然後會噴水 那這個都是代表燃燒很完全的一個現象 我就是那時候覺得車好了 然後我就移動以後 把車移回去我停車的地方 然後組裝了一下 再發動 又不行了 為什麼 我太準備了來看 我都快氣死了 你看我的火星塞拉 一二三四缸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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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你看 它 黑成這樣子 結果點火頭 那個尖點是亮的 當然啦 我不知道這個是之前 因為我 換那個 曲軸感測器之前 我是不是說 我就是 熱車以後 帶出就又會開始抖 然後我換完曲軸感測器以後 我第一次發車 我就是看到排氣管噴水 冒水蒸氣 我就很開心想說 啊應該是好的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說 應該是沒問題的 結果 你看啊 黑成這樣子 這要怎麼辦 我都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講了 現在這個狀況感覺起來 又很像是 空氣流量器 海洋感知性那邊出問題 因為 現在變成是工有出問題 然後 可能過濃 其實這個 這樣子 目前這樣子 又讓我想起來 我之前好久了 好幾個月前 我的後車廂 有 淹水 然後我是不是說 我那時候車裡面都發霉 我現在現在想起來 會不會是車電腦出問題了 沒關係不管 我先把這四顆清完 清一清我再裝上去 我再發動看看 因為 我突然走感知器也換完了 居走感知器也換完了 再加上之前的 一些什麼空氣流量器我也清了 其實 我有 有 我一度懷疑 我那一次在外面 要去驗車那一次 屌車 有一個師傅 他有幫我 我是不是說 他們有幫我噴那個 類似 一些助燃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師傅 他是從 他是把 空氣濾清河的蓋子打開 直接往這邊噴 我很怕他是不是這樣子 把我這個噴壞了 但是 應該沒那麼脆弱才對呀 你要記住我火星才煙清 清完以後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烤耳 發動就 會這樣子 然後會冒黑煙 然後代數不穩 先稍等一下 我先清一清 等一下再跟各位聊 好 我火星塞清完了 進我所呢 就清乾淨了 四顆都一樣 一二三四 剛好 然後我之前是不是說 嗯 我曾經買過 不準的 火星塞 涼龜 那我這一次拿 游標卡池下去聊 應該夠準了吧 我設定在1.1 就是這種火星塞的標準間隙 1.1 IZFR6H LL Ii 11 不管 不要管它 那我 你看 這樣看得出來嗎 每顆都是1.1 霧差一點點而已 然後我現在把4顆裝回去 然後我現在把4顆裝回去 稍等一下 好 我火星塞已經裝回去了 烤耳都接好了 然後 然後 我就把副擠拔掉 我讓電腦歸零 然後我們來把電瓶鎖上去 電腦歸零一個好處就是讓它重新學習 因為換了這麼多零件 我不確定到底 會如何 好 接完了 我們來發車 我們來看是要見證 奇蹟的一顆 還是來見證倒霉的一顆 按摩 來看 還是來看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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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狀況蠻OK的 現在水溫只有40多度,快50度 油壓30幾 油溫,油溫還沒上來 好,我們來看看排氣管 有沒有看到,都是水 隱隱約約能看到水蒸氣 我不知道收音有沒有收到,稍微的啵啵啵啵啵啵 這個是正常的,因為我這支排氣管本來就會這樣子 然後,排氣聞起來沒什麼意味 我剛剛就是這樣子,你看喔 地上沒有水對不對 我們來小吹一下 我們來看看,排氣管有沒有噴水 我們來看看,排氣管有沒有噴水 都是水,但是都是碳灰 這個碳灰應該是我之前,車子不正常的時候造成的 然後,你看 你看 我剛換完趨手感知器的時候就是這種狀況 然後有噴水 水蒸氣很明顯,然後一直噴水 然後現在又沒有 有噴水 但是,摸排氣管裡面都是水 都有水 只是混雜的之前的碳灰 就是排氣管那個 黑黑人的碳灰 你看 現在家又正常了 然後剛剛換完 但是,想說影片就可以到這邊結束了 就又來了 我看 帶速偏高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因為換完 去手感知器 它整個連火怠速都正常 但是剛剛真的噴噴噴很嚴重啊 你看,都是水 全部都是水 難道引擎是吃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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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裡面 我拿走電風跟拍給你們看 我拿走電風跟拍給你們看 有沒有看到有人在玩清堂機 那也不是清堂機啊 真好 真好 有沒有看到灰色的那個 你看裡面都積水了 現在看得出來吧 現在看得出來吧 裡面都是積水的啊 有,有水蒸氣 沒黑煙了,有水蒸氣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真的搞不懂 開一下開心就好了 一下不敢 有沒有,有水蒸氣了 我的車以前就是這樣子啊 我車剛買回來的時候 剛整理完就是這樣子 不管天氣熱、天氣冷 我以為看得到 天氣冷的話 像冬天 喔 跟濕火一樣 後面全部都是水蒸氣 那剛剛 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剛剛就是一直冒黑煙 然後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然後目前這樣看起來又都好了 又都正常了 那這個要叫我怎麼解釋給各位聽 那這個要叫我怎麼解釋給各位聽 那個不是重點 現在代數 750 然後我調一下代數 稍等一下 我調代數就是歸零 歸零調整 就是把那個 整段頭那邊插 插線 然後下去做調整 等我一下 記錄一下 現在 750 好 稍等一下 因為我剛剛把調整的工具收起來 然後我剛剛去哪工具 好我現在車子熄火了 剛剛是不是都正常 有在排水有水蒸氣 有在噴水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調代數 我真的搞不懂 我真的搞不懂 他我在這真的很有個性 我都快被他搞瘋了 下面的第一格 上面的第三格 上面的第三格 插下去 好 因為你這樣子 在調的時候 因為我有 我有裝那個 門燈嘛 所以我不開 我不能開門 你這樣子插著 規定調整的時候 就是你盡量不要使用車上 不要讓車上的電器運作 懂我講的意思嗎 因為我那個三個錶 我有試過 它沒有差別 好 發動 現在是 700 700 上下晃 我調高一點點 我拿手電筒 很容易 好 我手機 還要再滴一點點 我拿手電筒 是因為 手機它會自己補光 然後我現在這邊很暗 現在是 700出頭 有沒有它會上下跳 但是基本上是 700到700出頭 好我們就先這樣子 直接把這條電線拔掉 讓電腦介入 讓它去調整它的概數 然後現在是 應該算是750吧 那 700出頭 沒關係它原廠規定是 700正負50轉 那就把它當作是750好了 反正老車指針表應該沒那麼準 主要是聽代數很穩 主要是聽代數很穩 應該算是700出頭一點點而已 然後現在是很穩定的停在那邊 好 那我們入個檔看看 倒檔 倒檔 680 670 680 然後回空檔它會補正 看看 進底檔 600 也快700了 你看 加油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來看看排氣味管 有沒有 盤水了 然後看著它有水蒸氣 有沒有 架又好了 我真的搞不懂 但是現在六點多了 我準備要去買飯了 然後今天禮拜天 我這兩天有機會 我再試試看 晚上有空的話 我會出去跑一跑 然後看有什麼狀況 再跟給我回報 謝謝各位 拜拜